牛牛音乐娱乐带来生活乐趣多 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出生年份决定了自己的生肖属相 但却不一定知道生肖和生肖之间也存在着相配和相克的因缘属性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千万不能在一起的生肖配对组合 生肖鸡与生肖狗 古时候常说的鸡犬不宁在生肖上是真的灵验了 属鸡的人爱漂亮 性格较为自我又自私 对生活有完美主义倾向 但是又生性懒惰 这些都与属狗的人性格相反 最最要命的是 属狗的人属于精神发达者为人比较忠诚 而属鸡的人在交友方面就比较偏随性一点了 两个人明显自带不合节拍 生性敏感的削狗者 从一开始就要咬削鸡的人不放了 两人在一起真的会经常上演束缚与反束缚的大战 生肖猪与生肖猴 这样的组合就是典型的人生观 世界观爱情观三观不合的人了 属猪的人性格爱安稳 属猴的人喜欢追求人生上的大挑战 无难不欢 属猪的人有自己的底线和规划 而属猴的人喜欢以自己为主 强行干涉他人的人生 属猪的人喜欢慢工出细活 而属猴的人最比是做事慢吞吞的人 看完了以上这点冰山一角 你们确定还要交朋友 生肖虎与生肖蛇 属虎的人为人处事热情大方 而属蛇的人喜欢保留自己的真实想法 爱和朋友划清界限 这两者在一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和和睦睦 但是实际上时间越久 越是觉得和对方的距离很远 互相都有爱揣摩对方心思的习惯 每天都是侦察与反侦察 在一起相处会觉得不自由 而这样的相处模式 除了互相看不惯对方以外 还会伤了彼此的心 十二属相婚姻相合口诀 黑属黄牛前世修 金虎黑猪上等婚 金龙玉姬两相投 白蛇红侯一世福 蛇兔连姻家豪富 牛羊成亲儿女仇 红马白羊两情愿 玉兔黄狗到白头 蛇与猴和 红蛇白猴满堂红 和婚香配古来新 大婚香对子孙有 福寿双全多康宁 鼠与牛和 黑属黄牛正香和 结交匹配不差托 儿女百年多长久 富贵荣华福禄多 马与羊和 红马黄羊两相宜 这等婚姻不累醉 日子豪富久长在 子孙受禄更多魁 不与狗和 青兔黄狗古来友 和婚香配到长久 家门古庆福寿多 万贯家财族北斗 虎与猪和 金虎黑猪上等婚 男女相和好莱茵 财路风盆当事顺 人口心壮有精神 龙与鸡和 黄龙白鸡更香头 出门发财好莱茵 儿女满堂子孙广 福寿长年永不休 十二蜀相婚姻相克口诀 杨蜀一旦休 白马怕青牛 金鸡怕玉犬 龙突类交流 虎蛇如刀错 诸侯不到头 杨蜀一旦休 杨蜀香蕉一旦休 婚姻匹配古人流 朱君若泛羊鱼鼠 夫妻不利难则天 白马怕青牛 只为白马怕青牛 十人近看九人愁 佩父若犯青牛马 妇女也难道白头 金鸡怕玉犬 金鸡玉犬难躲避 和婚子亏不可淤 二属相争大不通 世上犯者要谨记 龙兔类交流 和婚不幸皱眉头 兔儿见龙类交流 男女时常犯争斗 苦如黄莲少梦愁 虎蛇如刀错 蛇虎配婚如刀错 男女不和眉着落 生儿养女也难活 日子艰难眉法过 诸侯不到头 诸与缘侯不到头 中朝每日类交流 男女若能长共久 何家不利益比勾 牛牛音乐娱乐 欢迎订阅点赞和发表评论 欢迎订阅点赞和发表评论 谈订阅点赞和发表评论 3.5%